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是寂静的地球 如果一觉醒来 发现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了 你会怎么做呢 电影寂静的地球的男主就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男主雅克是一位科学家 他所在的科研机构正在执行一个闪电计划 内容是在近地太空中搭建电网来提取太阳能供电 雅克对这个计划并不支持 于是无法阻止计划的他决定服用安眠药自杀 然而第二天清晨 雅克发现自己并没有死去 而且意外的感觉世界异常的安静 加油站和商店里没有工作人员 而机器却还在运作着 雅克来到实验基地 闪光计划出现了故障 唯一的同事死在了操作台上 雅克不小心触碰到了放射机关 封锁了实验室 雅克引爆了洗手间的天然气装置 炸开了实验室 雅克用广播一并并地呼叫着幸存者 但始终没有回复 接下来的时间 雅克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美好时光 他搬进一家豪宅 享受着有闲人的逍遥日子 进到商场里肆意地吃吃喝喝 挑衔衣服 还穿起了女装 在家中上演一个人的演讲大会 可是再美好的生活也承受不住寂寞 难以忍受的雅克 甚至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三周后 雅克遇到了女主乔安娜 两个孤独的人激动地抱在了一起 两人聊天谈心 成为了生活的伴侣 并每天一起寻找其他的幸存者 这天 第三个幸存者阿皮出现了 在确定他们两个不会伤害自己后 也加入了他们 三个人仿佛一见如故地拥抱在一起 在聊天的过程中 阿皮告诉雅克和乔安娜 灾难发生时 他被伙伴摁到水里 不能呼吸 本以为会就这样死了的他 且再次睁开双眼 雅克根据阿皮的说法推测 只有冰临死亡的人 才躲过了这场浩劫 因为他是使用了安眠药 而乔安娜是在洗澡时 被漏电的吹风筒颠倒 雅克推断 浩劫马上将要再次发生 话音刚落 三个人突然被分离在不同的时空 过了一会儿 一切有恢复正常 三人团聚 雅克认为 下一次的震动将会更加强烈 他决定炸毁实验基地的电网设置 于是 三个人装着慢慢一车炸药 开往实验基地 在驱往那儿的车上 雅克和乔安娜谈话 乔安娜说他喜欢他们两人 但雅克却认为 他喜欢的是阿皮 甚至有一种他们俩认识很久的感觉 路上发生了一点状况 乔安娜上了阿皮的车 阿皮为了显摆 肆意地在雅克的车上 左晃右晃 车则开到了电网基地 不能再靠近了 雅克想起 自己曾经改装过的割草机 上面有无线电控制装置 他提出回去取 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在雅克离开后 乔安娜跟阿皮上了床 二十分钟后 他们看到 雅克正开着炸弹车 重向实验基地 最终 炸弹被引爆 在一片火光中 实验室被炸得粉碎 影片结尾 雅克共生一人 在外太空醒来 电影到这儿就结束了 结局比较开放式 也许 浩杰与电网无关 只是雅克一个人的 王家揣测 也许 就像他自己说的 他 才是真正的浩杰 一切都只是 他在服用安眠药后 一想出的一场梦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吧